下面就是剪 那我這邊是剪 那上面就是剪,下面就是剪 好,那我們 說了 今天就能回到故事,我們就講完了 立體9 把立體9這個題目發給新興 這種題目的類型 是學測 喜歡考圖形的類型 就是給你一個圖 然後畫某個角度 要你求這個角度的 tangent 或者是上一次,上一次都可以 你都可以去求 好,那請問一下怎麼求 他説幼如是 編長圍 編長圍人大會的正方形 總共有五個 要你求tangent c 來,怎麼求 好 把他每個都這樣 那當然呢,他的單位都是一分 編長,都是一樣 然後呢 三個角 哪三個角 這個c 你說這一個加這一個 然後去處理他 對不對 這個方向可以 那可不可以再簡化一點 你這邊是講到三個角 有沒有 大的哪一個角 可以 對 有人提到了 他說,老師我可以這樣子啊 我可以看這個大的角 這個角如果我把它叫阿寶 大的角如果我把它叫阿寶 好,那麼呢 下面這個角 也就是橘色這個角 如果我把它叫β 這樣你的θ 就怎麼來 α解β α解β 那有α解β 那有α解β 你可能就可以使用插角公式 所以你把這個θ 下角換掉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α 解β 但是老師你為什麼要看這兩個角 你為什麼不看其他的? 因為天卷嘛 天卷如果你看藍色的這個 如果你看藍色的這個角 基本上你可以看這個三角形 會產生自咬到你 還是自咬到你下面的這個角 所以tangent你應該是可以選球 好,所以我寫著tangentα就是β 再來就是用 插角公式把它畫減到 所以等率 上面就是tangentα tangentβ 下面呢 1加上tangentα 連上tangentβ 那請問一下tangentα是多少 tan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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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entα是多少 tangent 4嗎? 那怎麼看的 4 對喔 1分之4 你可以看這個角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三角形 就畫 看這個三角形 像α一角在這裡 tangent tangent 2分之1 2分之1 0分之1 2分之1 0分之2 4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好,所以4-2分之1 下面呢,1加上4,等上2分之1 好,不然就可以算定答案 好,最後答案是6分之7 最後答案是6分之7 好,那你記得嗎? 一開始比較低化心習 所以這種類型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他要求的這個tangent 這個角度的tangent值 你沒辦法去畫指角三角形去看得出他的tangent值 所以只好找兩個角度的X 去利用X角公式去算 那有時候是找兩個角度的X 有時候是找兩個角度的X 有時候是找兩個角度的 不一定 依題目所需 那以整體來講 應該是找兩個角度的X 那我就可以把C打卡式寫成 然後用X角的X角公式去算 好嗎? 好,來 翻過來 演練9 演練9 你先試試看 你先試試看 Nadal D小鼎 應該很容易吧 他土一給你,所以他要求的是tang, alpha,tang,悲嘆跟tang,嘎嘩 那tang,注意喔,頂邊分是對邊嘛 所以應該容易判出這三個的值 3分之1,2分之1,1分之1 好,來,那第二小題呢 第二小題的tang的α在悲嘆 這應該也蠻容易的吧 就使用側角風刺把他畫進去 使用側角風刺把他畫進去 好啦 化解他 化解他 無法付出 把他畫進去 無法斷開 做不齊 到底是誰 做不齊 這支不行 他不齊 是要不齊 他不齊 TENGENT V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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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你把前面帶進去 所以最後算出來應該是 1 1 這裡算他應該是 1 好,那重點在這個第三小比 第三小比應該是多少 90 90,為什麼 TENGENT VETA TENGENT VETA TENGENT VETA 是嗎? 你回答這一個45度會不會回答太快? 在第三項 在第三項線的時候 TENGENT VETA 可是 這兩個腳向下會不會超回百八? 不會 因為 因為這兩個腳分別都是三角形的內腳 分別都是三角形的內腳 那 所以他們兩個向下是不會超過一百八的 所以基本上 因為 alpha加 beta應該是能於45度 因為 alpha加 beta 是能於45度 那現在是gamma呢 欸,gamma也是45度 這個 這個不是念 R 它如果是用角度的話是alpha、beta、gamma 所以 所以 推的 我的gamma也是45度 所以最後 alpha加 beta加gamma alpha加 beta加gamma alpha加 beta加gamma 比較容易看得出 這兩個角度相加 它是不是借在 它是不是借在 第二項線的角 有時候我們比較用數學式子來寫 那如果 你這裡不清楚 這個位置 這個的話 我把它再寫下來 我們知道 alpha是三角形的內腳 所以alpha會借在 0 多少 0到多少 這個alpha會不會超過 9度 不會 不會暈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這個三角形的話 這個一定是直角 所以alpha不可能超過 9度 所以alpha應該是借在 0到9度之間 那beta呢 也是借在 0到9度之間 所以如果你要看alpha加beta 它的範圍 那我可以用 左邊加左邊0 右邊加右邊 180 這樣去看 也可以 就等alpha加beta 是借在0到180之間 那tend alpha出來是正的 所以不會在第二項線 所以它只會在第一項線 那第一項線 那第一項線角度11 所以alpha加beta 141 這樣去看 也可以 這樣好嗎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進入到了 今天我們移位的重點 就是兩背腳 兩背腳同式 那兩背腳 一樣要討論三個 三角函數的兩背腳 比如賽的2C檔 Posine的2C檔 Tendent的2C檔 那譬如說 什麼叫兩背腳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像這邊的角度 我把它寫成兩背 三度 這樣也是兩背腳 這樣也是兩背腳 這兩背腳的意思 就是這個角度 這邊是某個角度的兩背 叫做兩背腳 好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賽的兩背腳 是什麼 好 賽的兩背腳公式 是什麼 那要推照出這個公式之前 一樣 它依然是從前面的插角 按摩角去推照 所以這個兩背腳 我應該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樣子 因為2C 所以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4C檔 加上4C 那4C檔 加上4C檔 那不是賽的插角公式嗎 所以賽的插角公式 來展開 多少 16 16 之前被叫過了 有沒有 有沒有來 賽 插角公式展開 廳方面 Sign 腳步你要選誰 Seed 再來 Ossign Seed 加 raj 33c cos c 是幾乎 zero 所以這個是 bew 과 的造純額是50c cos es 你發現sine cos sin CRIS ц 實在有一樣 但是既然一樣會有 مت析的是兩個 所以它就等於 兩倍的sine c 打乘上cosine c 第一個公式出現 sine的兩倍角 我就把它選成兩倍的sine c 打乘上cosine c 那為什麼說它是公式呢? 因為兩倍角的這個兩倍 基本上我們不喜歡這種角度 可能我們比較喜歡原來這個sine c 的角度 它乘上兩倍之後那個角度不好 夢不漂亮 我比較喜歡原來這個sine c 的角度 所以我把它從公式推倒成這個樣子 它裡面只有sine c 打和cos c 那個角度沒有sine 那我就拿它來使用 這個稱作兩倍角公式 這個稱作兩倍角公式 那sine c 的2c 打是一樣的 那cos 的2c 打也是一樣的 所以cos 的2c 打 所以一樣 那就是cos 的4c 打加上 那CDA,所以來CDA的蜜蜜蜜展開 17號 CDA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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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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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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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個螺絲出現了 Posine的兩倍角 就是Posine的2C 就會等於Posine平方C 減掉Sine平方C Posine平方C 減喔 Sine平方C 那基本上呢 Posine的2C 你先看一下黑白 看一下黑白 看一下黑白 這一個 跟你之前學的什麼東西很像 平方關係 那平方關係講的是什麼 Posine平方C 加 Sine平方C 可是這裡是減喔 而且是Sine平方 Posine平方-Sine平方 那你回想喔 它既然跟平方關係很像 那我能不能將這一個 利用平方關係再改成其他的樣子 應該是可以的 好 我們把它的關係式寫出來喔 Sine平方C加上Posine平方C 你說6月4E嗎 那如果我不想要Posine平方C 所以換句話說 我的Posine平方C 我可以把它改成 E減到Sine平方C 既然上面這個式子成立 我做一項動作 它可以成立 所以Posine平方C 就是E減到Sine平方C 所以這裡我把它換掉 我看能變怎麼樣子喔 所以將這個換掉 所以將這個換掉 換成4E減到Sine平方C 換成4E減到Sine平方C 兩個 兩個 所以這邊最後出來 是E減到2倍的Sine平方C 那麼你剛剛是把Cosine平方 換成E減Sine平方 那我能不能把Sine平方 換成Cosine 也可以 所以如果我將這裡換掉 那就變成這樣子 Cosine平方C啦 解 那Cosine平方你如果要把它換掉 那應該會變成 我的Sine平方應該是 E減到Posine平方C 所以如果你要將Sine平方 改成Posine平方的樣子 那應該是E減到Posine平方C 所以這裡應該是E減到Posine平方C 所以這裡應該是E減到Posine平方C 好來去瓜譜 譜號換配列進去喔 所以譜譜的譜譜 譜譜譜譜 譜譜譜 負負得譜 加1 加1 加1倍的Posine平方C 所以這邊後面有加1倍的Posine平方C 然後前面有 也有一個Posine平方C 然後這有幾個 共有兩個 所以兩個Posine平方C 所以我發現這個紅色的 我還可以把它整理成這個樣子和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 差別太難了 就是上面只有E和Sine 下面只有Posine和E 然後增加1倍的Posine平方C 所以這一個公式我也可以幫助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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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直接線上去 好,直接線上去 Posine平方C 所以Posine的兩倍角公式就是兩倍的三層Posine 那就是Posine平方C 後面還帶著兩個 為什麼還帶著兩個 因為這種平方的 我可以把它換掉 換成只有Sine和Posine 換成只有Sine或者是Posine 好,那你怎麼背 我們看一下喔 剛剛這個沒有問題喔 是Posine平方平方C 那這裡呢 E介了兩倍的Sine平方C 那因為你在背上面的時候 後面這邊是減 所以你在公式轉換的時候 這邊會多一個Posine平方C 所以這邊就會變兩個Posine平方C 好,那你在公式轉換的時候 這邊 變負不得正的關係 所以會多一個Posine平方C 所以這邊是兩倍的Posine平方C 好,那Tension呢 看這裡喔 Tension呢 兩倍的Sine平方C 那Tension兩倍的Sine平方C 一樣喔 也是使用荷角公司把它畫進 所以它應該是 看成Tension的C 加上C 好,你使用Tension的荷角公司畫進 所以應該是多少 所以這裡應該是Tension的C 加上Tension的C 下面呢 一一剪掉Tension的C 很少 TensionC 那麼 一個TensionC再加上一個TensionC 所以有幾個? 兩個 所以是兩倍的TensionC 下面呢 一剪掉Tension乘Tension 所以應該是一剪掉 Tension乘Tension 所以應該是Tension的平方 所以應該是Tension的平方C 所以 Tension的兩倍角公司 它就是這裡 Tension的兩倍角公司 就是這個 上面是兩倍的TensionC 下面呢 是你一剪掉TensionC 可以幫自己 那麼 兩倍角喔 是你開始覺得比較不好背的時候 所以你自己推倒過一遍 你會覺得 印象比較深刻 你自己推倒過一遍 你會覺得印象比較深刻 你會覺得印象比較深刻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使用這些公司來上去 來 一提示 我們要整理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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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整理擦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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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